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阳 清洁储君用雕牌 本节目有雕牌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 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 近期的文化热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频29号 以未来之频加速向心为主题 发布千里江山如画 AI全流程制作微短剧补添 共赢2024总台城市品牌 共建行动等37档 2024年重点节目和品牌活动 展现央视频链接用户 链接世界 链接未来的全新布局 日前第七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 艺术成就展 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 展览以重得上意 潜心耕耘为主题 共展出352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画面 135件代表性实物和四部专题宣传片 着力展现余淑珍 祝希娟 过以从三位老艺术家 重得上意潜心耕耘的艺术追求 和不忘初心服务人民的创作实践 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 坚持弘扬正道 在追求得意双心中成就人生价值 油画夜巡是荷兰著名画家 伦伯朗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西方美术史中的经典 中国艺术研究院 工笔画院院长张健 带领九位青年艺术家 以这幅传世名作为创作母本 运用工笔画技法 与中国传统壁画形式 重新创作出一件当代绘画装置作品 题为当夜巡来到中国 完成了一次东西方文化 从技法到观念上的共荣与碰撞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2023年 绘画装置作品 刚夜巡来到中国 在上海 南京 北京等地进行了巡展 走进展厅的观众惊讶地发现 这个色彩凝重 观念新颖 结构可以根据展馆格局 自由组合的装置作品 其实是用以工笔为主的 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创作完成的 他们在坚守中国画的语言 把这个触角伸向西方 伸向他们感兴趣的美术经典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观照生活的方式 本身也是这个展览的特色之一 2022年初 工笔画家张健 首邀创作一幅 与荷兰有关的作品 张健想到了用中国画技法 去转译荷兰画家 伦伯朗的油画名作《叶巡》 张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工笔画院的院长 二十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工笔画的 观念创新与当代表达 是新工笔的代表性画家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以中国工笔画的 唐宋传统 对接意大利文艺复兴 早期的古典绘画传统 那么这开启了我 对这一刻皮的一种自觉的趣味 以及研究的开端 这幅题为《2002之秋》的作品 是张健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样的观念创新 是张健的一种自觉 也是中国传统绘画 自我更新的一种必然 像张健 还有像很多新工笔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 中外交流 中外对话 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时空 去考量自己的创作 这是他的一个方向 这是他可能是 时代赋予他的一个责任 距离创作《2002之秋》 整整20年之后 当夜巡来到中国 应运而生 张健邀请了自己工作室的 几位青年艺术家 共同参与创作 然而想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 转移西方经典油画 张健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光影是伦布朗最大的特点 伦布朗好多细节 都是在跟背景融入到一起 它的造型不明确 但是对于中国画 只要提笔就是线条 那么线条就没有 躲躲闪闪的可能 这笔笔都落到实处来 这又是一个明确的矛盾 再一个中国画 它不在雄强 而是在相应的婉约诗意上 而伦布朗的这些绘画 显然显示出一种雄强的气质 那么这显然跟我们 在做这件作品转移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明确的矛盾 如何解决它呢 或者解决得好不好 其实就是这件作品 成败的关键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 张建和创作团队成员们 历经超过30次的线上讨论 对原作调研分析 对未来作品进行规划 对各自创作进行打磨 张建形容自己的角色 就像导演一样 确立方向 把控着全局 我就要求大家必须要最大限度的 保留自己的绘画风格特点 而不要相互的影响 2023年初 当夜巡来到中国正式亮相 这个高度超过4米 长度超过7米的巨型装置作品 以荷兰画家伦伯朗的油画夜巡 为创作母本 以中国传统壁画线条 及原作底色作为背景 原作主要人物及重要布局 则以卷本色色的公笔方式 着重绘制 两部分重叠组合 整体布施伦伯朗绘画的凝重气质 笔墨线条中又充满一派中国气象 我们跟这种油画的语言 中国画的特别的那种装饰性 那种像刺绣一样的这种质感 特别好看 也显示出工笔画的这种 在细节刻画上面优势 这件就特别有意思 伦伯朗绘画里边 它特别有特色的 就是他喜欢画金属的头盔 而且那个金属的质感特别好 刘志磊 你看 他用的什么办法来对应 这个伦伯朗的这个头盔 中国传统壁画里边的 粒粉贴金 先用厚重的粉 把它堆出来 这个立体的质感 然后再贴上金箔 然后再把金箔的这些个 特别生硬的光泽压下去 都是原汁原味的 中国化的方法 青年艺术家们 在跟随导师张建创作的过程中 贡献着自己独特的表达 也经受着意想不到的挑战 最终都获得了艺术上的成长 油画呢 它是以色面 做色块作为造型手段的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呢 我们是以线条作为造型手段的 那怎么样实现这两种造型语言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么通过跟张建老师的反复沟通呢 我以当中的一平米的一个局部 作为了一个例子 尝试了声轩 熟轩 各种的勾线笔 通过了十几次的尝试 最终选定了一种方案 就是现在为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 油画里边其实它是透明水性颜色 就是很难去做到一种厚重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里边就是我用了一些 就是双层拖色的方法 就是后面我还拖了一层色绢 这样的话就是让它颜色会更加的饱满 这种艺术效果是我第一次的尝试 在我就是接下来的创作里边也非常受益 其实我也能够越来越感觉到 工笔的这种限制现在越来越少 然后可能各种的形式材料图像 都可以运用到就是工笔的这个范围里面 可能只要是服从于你个人的表达 和你的个人的表达是贴切的 之前的传统中国绘画都是去向一种 尺幅相对娇小 而且在呈现方式上 要么卷轴 立轴 侧页 从来没有这么宏大的这种作品 所以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 其实星空笔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绘画样式 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 就如何表达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他们做的很多的工作 已经是拓展了整个中国画它的一个发展 展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吧 这个维度里边我觉得包含着 对中国传统文化变民族这样的一种坚守 同时它也是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 或者说整个世界艺术史 在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然后对话 交流 交融 然后产生的一个新的果实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